你好,我是林松,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很多朋友对我的工作有点好奇 他们会问为什么会做broker这个行业 今天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吧 2019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 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2022年初,我回到了墨尔本,重新开始找工作 我决定成为一名broker 从事这个销售性质的工作是被迫的 因为摆在我面前的选择真的很少 我和朋友开玩笑说 如果还是十年前 我可能会找一个公司从头开始干起 一步一步往上走 从基层的小职员熬成资深员工 可是我知道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 我不是20岁刚毕业的新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进入一家公司 然后花大把时间去熬资历 然后再一路过关斩将 努力升职加薪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也是最宝贵的资源 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平时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 我们经常聊到想要年入百万 就得做年入百万的事情 流水线的工人能年入百万吗 送外卖能发财吗 天天打螺丝端盘子能年入百万吗 这些工作可能都和高薪无缘 相反 你是不是经常看到一些人 好像学历不如你 也不如你聪明 也没有你那么努力 工作态度也很一般 能力也没有你那么强 但是赚钱就是比你多 那是因为他们选择的路线比你好 这就说明选择的重要性 而且我一直相信选择大于努力 我当时就想进入一个行业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迅速学习提升 积累经验 然后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去赚钱 收入当然越高越好 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 我就知道只有销售这类工作 能满足我的要求 比如卖房子 卖豪车 卖理财产品 卖保险 反正就是销售单价比较高的产品 因为销售工作主要就是看业绩 只要业绩好 收入肯定高 而且几乎没有上限 同时我也知道销售工作名声不好 销售工作很难做 会经常被人拒绝 会经常遭遇别人的白眼 会经常被人误解 会经常被人们打骂 而且很可能长期努力都没有回报 我知道实现高薪目标 有很多艰难困苦 反正我不排斥销售工作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工作想得很轻松 对这个工作性质也有一定的了解 那就做 没什么好顾虑的 再加上 我自己也买了几套房子 也一直关心房市动态 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形势 不仅仅是中国市场 当然也关注澳洲市场 我想我可以用自己的买房经验 和靠谱的服务 帮助大家完成安居乐业的目标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个靠谱的broker 这就是我的故事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希望我们有机会 可以多多交流